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一审被判无罪的 非常诡异的一个事件 2019年8月 丈夫给妻子打了一整夜的电话 但是妻子一直都没有接 直到早上7点多 电话才接通了 根据记录 郑润是在自己车辆的后座位上 以倒下的状态被发现的 而发现郑润并将他送到医院的人 是他的上司 郑润被发现时就已经是死亡的状态了 但是在他的穿着上 却发现到令人不解的地方 妻子是以死亡状态送来的 但是却没有穿内裤 所以护理师觉得很奇怪 就马上报警了 验试结果显示 郑润的死因是脑出血 但是不是外部原因导致 而是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 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是脑出血 因为平常都没有吃血压要什么的 非常健康 那最早发现郑润的上司 会不会知道些什么呢 我们有问他 凌晨是怎么发现到郑润的 他说有打电话给郑润 但是没有接电话 所以就去找他了 因为有非常违背常理的部分 所以我没有确认过 在郑润的电话上 确实有未接来电 郑润平常是王凡与首尔 失踪两地工作 但是公司的上司 为什么会在星期六早上六点 因为郑润不接电话 而去找他了呢 确实有点无法理解 根据警方的调查 当天该上司 不是偶然发现了 倒在车辆后座位的郑润 从事发前一天的 8月16号下午7点20分 到第二天 郑润以死亡状态被发现后 移送到医院急诊室的6点29分 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的 在道义方面 我想要说声抱歉 应该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我们有一起吃饭 因为当天我也要去舌尔 需要回家拿行李 所以我们暂时去了我家 郑润说要上厕所 然后过不久我去看了一下 他在呕吐 我当时只是觉得 应该是在疲累的状态下吃了饭 所以有点不舒服 以为郑润只是胃不舒服的上司 在厕所听到了郑润的打呼声 上司以为郑润只是因为疲劳而睡着了 而在去年12月 检方以杀人罪起诉了他 检方判断 因为上司没有及时的急救 才导致郑润的死亡 而证据就是监控录像 2019年8月16号晚上10点02分 在上司架的地下一楼乘坐电梯的郑润 在四个小时后的8月17号凌晨2点10分 被上司拖到了电梯上 这个时候他看起来完全是无力的状态 到了地下一楼后 上司因为郑润的脚勾在电梯缝上而被扳倒了 在这么大的冲击下 郑润也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根据检方的判断 这个时候的郑润还是有呼吸的 然后来到了停车场的上司 开来了郑润的车停在出入口后 他将郑润拖过来 很吃力地将他拖到后座位上后 在凌晨2点32分 将车辆开到了离公寓 大约5分钟距离的公司前的空地上 但是法院根据医学专家们的意见判断 凌晨2点左右 上司拖郑润出来的时候 受害者应该已经没有心跳了 或者说已经没希望了 所以上司没有履行救护措施义务 很难判断他与受害者的死亡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所以法院在一审中判了上司无罪 法院判断受害者在2点左右 被拖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心跳 没有将死人送去医院并不是犯罪 其实审判的重点是 郑润刚脑出血不久时的状态 以及生存的可能性 目前能判断郑润当时状态的根据 只有上司的口供 据他所说 郑润脑出血的时间是8月16号晚上11点左右 上司将沾到嘔吐的郑润的内裤脱掉后 帮他洗浴了 之后就把他拖到厕所前面的走廊了 对此检方反问 根据被告人的口供 受害者都呕吐到不省人事了 甚至到了需要别的男人帮忙洗身体的地步 这种程度的话 没有想过要带他去医院吗 公司上司回答 当时没有想到 将他平躺在走廊后 我去清理了厕所 我出来之后 看到他在睡觉 还听到了打呼声 就想 在睡觉啊 等一下应该就会醒了吧 然后我也去睡觉了 而参加审判的法医学专家们觉得 在呕吐后打呼是非常有可能性的 血压上升的时候会有头痛跟呕吐的症状 所以在那个状态下 就好像是在打呼一样 这应该是看到的事实 不是变出来的 晚上10点03分 以健康的样子进入上司家的正润 在凌晨2点03分 以不省人事的样子被上司拖到了电梯上 然后在早上6点30分左右 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被移送到医院急诊室了 他在上司家的4个钟头里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正润的手机通讯记录 2019年8月16号晚上10点02分 也就是大电梯区上司家的那个时候 正润还一直使用着手机 但是从晚上10点28分开始 他的手机上就没有任何logo记录了 根据上司的口供来看 在晚上10点27分到30分 未能接到女儿电话的那个时间 正是正润脑出血的时间 但是到了10点57分 正润的手机又开始有了logo记录 而根据上司的口供 这个时间是正润因为脑出血而倒下的时间 口疼想要吐的时候 还是可以使用手机 但是在呕吐之后 如果没有意识的话 就不能操作手机了 所以如果操作手机了 就表示还有意识 我们重新来看一下正润的手机logo记录 10点57分 解开手机密码 确认女儿的未接来电后 打开了kakao tool 然后确认了女儿发送的短信后 再次确认kakao tool的正润 在30分钟后 上网打开了搜索网站后 就再也没有使用手机的记录了 整理一下就是 正润的脑出血时间 并不是上司所说的晚上11点 而是11点28分以后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也就是在说 正润在脑出血后 最少有30分钟左右是活着的 然后还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事发那天的凌晨 家人给正润打了数十桶电话 他都没有接 但是根据调查发现 在8月17号凌晨3点24分左右 正润的手机上 有收信保留动作的记录 也就是说 再来电话之后 某人将手机给翻过来的可能性非常大 当时正润是昏迷状态 那上司为什么没有接 家人们的电话呢 上司在法庭上表示 只是因为那是别人的手机 所以没有接而已 8月17号凌晨2点27分 后座位在这正润的车辆 来到了公司前面的空地 下车的上司在车附近徘徊了一阵子后 做了两次从前门上车 从后门下车的动作 然后在5点26 27分 前后两次用自己的手机拍了车辆的周围 但是因为上司遗失了手机 所以未能确认到他到底是拍摄了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专家们的意见 我们要注意看这个背包 里面可能有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准备的工具 实际上 他在空地上的三个小时中 曾十次前往了对面的大楼 而且一直都背着这个背包 但是在搜查出气 警方却没有调查这个背包 对于十次往返对面大楼的行为 上司表示 是为了使用大楼里的厕所 犯罪心理学教授表示 嫌疑人在去跟回来的时候 背包膨胀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也有可能是将跟事件有关的证据物品 丢在厕所里了 然后检方也判断 上司是因为害怕出轨的事情 会导致自己失去现有的名誉 以及社会地位 所以明明知道受害者有生命危险 也故意将他弃着在车辆 后座位上了 但是法院却判断 被告人的口供以及行为都很一致 很难判断事情的因果关系 所以无法判定杀人罪 也就是说 在道义上可以批评上司的行为 但是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搭电梯的时候 最显眼的就是黑色背包了 光拖着受害者就已经很累了 还要故意背着包出来的话 是很可疑的 警方竟然漏掉了这个部分 呼叫119直接拖出来就已经很奇怪了 从常识来看 上司说的话跟行动 能理解的部分 一百万分之一都没有 法院应该是觉得 受害者在被拖到电梯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如果有人昏倒的话 会马上确认他还有没有呼吸 如果是活着的话 就会背着一动 所以法院应该就是认定 难得以为女的已经没生命了 才判他无罪的 法官真的像是个垃圾 如果我是女儿的话 我真的会很痛苦 妈妈突然离世了 而且还被出轨对象 像拖行李一样的拖着走 对女儿来说 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 对于今天这个事件 一审被判无罪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